今天我们和George再聊一聊俄乌战争一周年这个话题 这个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时候 美国总统拜登突然闪电的出现在基辅 然后说了一期话 意思是我们对你们的支持是unending的 不会休止的 然后当然没过多久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发表了一个国情资文 意思是这个东西涉及到我们最基本的东西 最近事情变化又非常多了 包括中国的外交的最高的官员王毅 在慕尼黑等于说面对欧洲 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再和昔日盟友他不讲信用 他乱开枪把我们气球都打下来了 然后他又转手跑到莫斯科 对不起然后等于说为习近平要去访问俄罗斯做一个前站 所以这个事情当然说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我看到这么一个华尔街日报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挺短的文章 他的标题就是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改变世界的八种方式 或者是已经改变世界的八个方面 我就觉得说咱们能不能在他这个结论上comment一下 我觉得刚才你讲到王毅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层对俄罗斯的很多的看法 都是有一种有色这种玫瑰色眼镜 Rose color glass这种玫瑰色眼镜上看的 所以他们在基本上误判了几个事情 第一就是他们觉得欧洲如果没有美国在后面用枪指着他们 他们会等于是不会这么认真的去支持乌克兰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判 你看比如说无论是波兰那些东欧国家 当然就是非常是唇亡齿寒了 所以他们还带着那个原来的记忆 对这个是第一第二的话 即使欧洲你看很多国家 他有一个目离黑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以前这个绥靖政策的这样的一个记忆 所以这个事情中国第一个误判 就是说他们总是觉得欧洲本来不应该 你们就为了赚钱 你们继续赚钱就好了 你就不用管这个事情 他们很多时候中国的对外面的宣传 就把很多欧美的国家 你们就是为了赚钱 你们是没有原则的 这一个是一个很文重的误判 而且他觉得有一些这种东西是如此的重要 你怎么可能会惹毛了俄罗斯 比如说德国 你的能源难道你不是完全仰赖于他 对啊 他很多时候 其实很多中国的你说小粉红什么之类 就是说这肯定是钱的问题 这肯定是这个利益的问题 其实有些时候还真的是有这个原则问题 除了原则问题也有安全问题 我是觉得说人不能要钱不要命吧 就是说对波兰这些国家来说 我真的让你继续进犯的话 这个东西是要命的呀 对这波兰芬兰 很多这些国家 他们的罗马尼亚 他们这一点就中国就讲到 哇罗马尼亚 你之前不是是东周的华越国家吗 你应该是喜欢共产 他们不是 他们完全就是从这个 他们所看到的 就是以前苏联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媒体报道 他们也相信罗马尼亚 以前是多好多好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呀 他们完全就错过了这样的一个误判了 这一个同时的刚才有聊到 之前比如说上海合作组织 中亚的这些以前的前苏联共和国 之前在俄罗斯强大的时候 就是普京没有开这一战之前 他们其实上都很听话的 但是他们心理上是不服俄罗斯的 所以中国也这个这一点就是 你们不是应该很支持俄罗斯吗 但是他们分着分着发现 是这些小国 其实上他们是很希望脱离这个俄罗斯的 这样的一个轨道 当然如果他们脱离了俄罗斯的轨道 进入一些比如说 伊斯兰原教旨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这对社会来讲不一定是好事 但是就是中国这个误判 我觉得是蛮严重的 我是觉得中国的媒体 好像更多的愿意宣传 就是习近平下一步的企图心是说 能够说服普京大帝 然后让他好像走向和平谈判的一条路 好像显得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一样 就是说中国好像扮演了一个和谈的角色 问题是说和谈来讲 你难道不应该是说您跟两边都谈一下吗 对 您现在跟乌克兰有接触吗 不可能吗 乌克兰首先也不太主动愿意跟你接触 乌克兰可能也知道 多多少少你在背后 你都自己都宣称了 我们的友谊无上限 对 他怎么能跟你谈呢 那如果你都不跟这交战的两方的其中一方谈 你怎么能够broke这个deal呢 这一点的话呢 你作为一个任何的合作的中间人 你最少要有这个信字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政府在最近的很多事情 国内国外的很多 比如说香港很多事情 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信用 已经非常的糟糕 在这样大的一个事情上 特别是对乌克兰一个生死存亡的事情上 他要他要有一个 他真正需要的一个一个mediator 是大家真的能够信得过的 去有这样的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信用的 不好意思习近平现在真的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信用 而且他们现在中国政府王毅 这带出来这个信号 就是所谓的就地停火 这等于在某个程度上 就默认了俄罗斯的这个侵略的这个成果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乌克兰是不会去赞成的 而且你看到另外一个消息没有 就是俄罗斯发了一个大概的声明 是他们好像外长发的 意思是说这个中国的方案呢 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利益发的 这根本就不可能实行的 这是俄罗斯说的话 也就是说俄罗斯也不认为中国是最好的一个调停人 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就是对 这样讲到 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调停人 你是要有双方的信任的 现在甚至中国政府连俄罗斯的信任都可能都没有 我觉得没有 因为好像之前讲的COVID 连北朝鲜都不相信中国的那个数据 那真的是没办法了 你的数据真没人信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他也不觉得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支持 这是真的 就是说无论是说给我们食品上 甚至说一些简单的军 一些易容品 对一些易容品 消耗品 消耗品 甚至现在的一个比较危险的信号 就是一些无人飞机 因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是蛮有蛮有蛮有领导世界的技术的 在这样情况下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据说现在这个大疆的那个无人机 就用大疆的500美元的那种产品就可以投放炸弹了 所以美国其实早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前就已经制裁了 这个DJI大疆公司 当时的原因是因为大疆公司涉嫌参与监视维吾尔族的人 所以这个是说中国的国内的人权的问题 然后美国在当时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制裁 所以这个事情再次显出来 就是说一个内政和他的外交 其实是有一脉相承的很多东西 就是你刚才讲到现在连中国的很多以前体制内退休人员 对这个退休金啊 这个疫表其实上也是对你这个政府出尔反尔 你之前十年前或者几年前保证的很多东西 你突然间说反说反口就反口 这个事情太 很多基本的药物就直接拿出去了 而且我听到一个概念就是叫付福利 你其实给的钱还不还收不回来 你等于是一种叫negative benefit 讲回来这个俄乌战争的话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很多的部队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是要再带打 再带打大打一场场 再拿一点好在这样战争上 或者就是一种谈判一个手法 就是说你看我是愿意打的 我也愿意跟你玉石剧焚 讲的难听一点 那我们怎么去谈 现在我觉得如果有一个 我之前讲过 其实有几个国家的话 是可以出来谈判 一个就是印度 我觉得土耳其不是一个好的mediator 我会讲原因 另外一个反而是希腊 因为希腊它也是一个东正教的一个国家 也是算是NATO里面相对对俄罗斯是比较友善的 它真的力量太小了 太小了 对它的体量太小 没办法 我都觉得这都不太可能 印度是比较有可能一点 它体量大 它也可以提供一些的维持合并部队 在可以说是隔离双方 就是一个非军事区吧 印度有一点点就是说 它和美国关系还可以 对不对 它在两边的关系都还可以 它其实和俄罗斯 它也大量的仍然在买它的石油 这一点的话 我要说是印度在这个事情上 印度现在政府有点短视 就是说 他觉得这个石油 拿到这种廉价石油 他非常的高兴 他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 我们可以继续 但是这个长远来讲 俄罗斯是不可以持续的 它到某程度它也要垮掉 那印度的话 就在这个过程中 扮演一个非常不干光彩的一个角色了 这个话题真的特别大 我们稍微收敛一下话题 我们说说华尔街这八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 它就是说这个事情 战争重新让西方联盟给复活了 Western Alliance 然后Resurrect 就是复活了 你觉得这个判断对吗 也对也不对吧 我觉得这一个很有可能 如果是俄罗斯真的垮下去了 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成为一些 成为一个比较民主的一个体制 一个松散的一个联邦体制 其实你看俄罗斯 它现在的国名是俄罗斯联邦 Russian Federation 是 它因为它的国土非常大 人口的话就只有几个大城市 但是别的地方 我很多时候问人家 俄罗斯第三大城市 就是说除了摩斯哥 圣彼得堡之外 第三大城市多少 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 就知道 基本上别的城市就非常的不著名了 但是也有可能成为一个 就是好像萨达姆下台之后 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 这样的一个chaotic 这样的一个situation 这一点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它好在就是 它毕竟东正教的传统还在 应该不会像is那样 伊斯兰国那样的一个部落的 国内它其实上有不同的族裔 这个其实很多人是不懂的 它之前有些叫东边的 很多是比较是比较是亚洲柔木 就是亚洲柔木营族杖的一个族裔在那边 虽然他们可能也是东正教 但是他们其实有更多的 血统上有区分 有区分 而且他们之前是一直有被俄罗斯人歧视的 这个俄罗斯的歧视也非常严重 还有一些叫叫Caucasus 高脚索三 它是有很多穆斯林的小的什么 什么叫Dagestan或者什么 最有比较有名的车臣共和国 这些地方其实上也是 它有很多的民族的问题的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文章 其实我觉得观点差不多 一点点讲 对 它说美国的在国外的影响力得到了提升 当然这个我相信这是跟什么时候比呢 其实说跟川普时代比 有可能是说对 当时川普说美国优先 然后我们你北约如果不交汇费的话 咱们就不管你了 现在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届的白宫 说实话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 是有一点点让我们纳税人觉得有点肉疼 这几个事 第一最近不是和俄州有这个铁路事故吗 拜登没有去 你看他跑到乌克兰去了 所以导致国内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现在你的重点到底是在乌克兰 还是是在美国 对不对 另外的话 我觉得现在美国很多的政策 是一个叫autopilot 就是这个飞机 它就一直向着同一个方向飞 也没有想说下一步怎么转弯 现在我们在乌克兰的政治很大的情况下 就是autopilot 我们就说stay the course 但是没有说怎么去 自动导航 自动导航 咱就让他自己开吧 然后你要多少钱 我就给你这样子 这一点的话 就是之前埃森豪威尔总统 就讲到一个叫risk 他自己军人出生 叫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 就是美国这种工业军工的 这样的一个对政治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危险 他作为军人讲到这样的一句话 现在有很多人觉得就是说 可能是有一些军工的企业 都这样的一句话 不错啊 你看这样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花费 我觉得作为我们美国的选民跟公民吧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可以分开去谈的 叫第一我们可以支持乌克兰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去向我们的政府问责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到底怎么用 到底用到什么地方了 有没有被贪污或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这两个可以是一分为亚 我们同时可以有这样的两个这一个立场 第一我们支持乌克兰 支持乌克兰去去保卫他们的领土 保卫他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组权 但同时这个钱花的确实是有点心疼 或者是流水流的太快了 你这个话题其实就引到这个八点当中的 另外一点 他叫the US industrial base gets a boost 他认为这个事情其实多多少少 对美国的工业复兴是有推注作用的 然后他的理论当然就是说他也扯上一些其他的最近发生的事情 包括就是说射气球的这个事情对吧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一出五角大楼一定要的预算就更多了 然后说美国的陆军现在也增加了多少多少万亿美金的这个要求 然后他大家最后这个文章最后还讲到 就是说这个对未来美国和中国的收档 也就是决战呢提供一些准备 他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这个工业的回炉的话 相对来讲没有他这么乐观 因为其实你在加州很多的工业都离开了 这一点是美国国内政治的 不论是环保啊 当然你有有很多那些很多的松宁啊 这之前跟以前六十年代五十年代 你当时在欧格兰那边的造船厂 那个威士们那边造船厂 可以随便几天造一个船出来 这个美国的工业这个基础已经跟已经很大不一样 当然这有些东西是我们选民自己选择的 是可以这样去说 你现在真的说回来的话呢 也其上影响不是说这么大 这个我觉得稍微有点太乐观了 我也觉得有点乐观 就是说大家还是觉得说美国还是那个说 可能一天之内就能造出来多少架飞机坦克的那个美国 因为毕竟他那个袖带还是真实的袖掉了 对不对 他的这个工业能力真的是在多年这个外包之后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也许是一个转机 也许是你觉得会不会就说现在的美国的政治家们 他们多多少少意识到这个问题 特别是在Covid的新冠疫情之后 就讲到这个就是跟中国这个脱钩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产业链 其实让这一次俄罗斯在中国 为什么俄罗斯说中国是 这个所谓的提议是有点 叫叫self-serving 就为自己服务 他就讲到就是我们要回归这个 这个供应链back to the normal这样的感觉 其实让这句话更多是为中国自己在讲 这个是中国说给美国听的 就是你不要跟我脱钩了 对吧 我们还做我们的世界工厂 然后按照这个就讲到就是 其实中国很多自己在做小动作 是在做脱钩的 就是比如说很多国企 他们不愿意用美国的叫big four的这个counting firm 也不只是美国 其实让这些big 那个据说早就是如此了 就是说四大会计所其实在中国 本来就不适合国际上这种会计所的操作 都是已经自己形成了一套体系 就和中国的麦当劳并不属于 那就是这种脱钩了 那你现在我有什么方法 相信你的那个counting 对好 另外一个的他说的就是说 使得中国和俄罗斯走的空前之近 这个当然判断我相信是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temporary arrangement 因为这一点的话呢 如果你看这个普京的话 他在他真的是在骨子里面 其实上是看不起中国的领导层的 你看即使他到现在走到这一步 他黄毅出来讲这个事情 这个黄毅 黄毅讲了事情 习近平这个 这个peace proposal 这个和平建议 他也不是说 就是说他有没有说 很这个救命到讨的一个感觉 而且他们对中国 其实上是有中国这个国家 不是说这个领导层 他是对中国这个国家 他是有戒心的 因为他知道他的东方的这个领土 是非常的薄弱 不论是人口来讲 还是国防来讲 非常的薄弱 他对中国这个国家 他是有戒心的 所以到最后的话 为什么他跟印度的关系 一直这么好 就是说他们其实上也是一种 叫远交进攻的 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俄罗斯 只要他某一天不需要中国了 他战争一结束 他可能对中国就会非常快的翻脸 另外一点他讲到 就是说俄罗斯在金融上 被严重的切断于世界的连接了 俄罗斯这个国家的话 他的经济的结构 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他主要是能源出口 能源跟矿物的出口 这占他的一个经济的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话 他相对来讲能够挨下去的可能性 也比较大一点 重点来讲 现在世界对他的石油的制裁 也不算是一个100% 他可以卖去印度 可以卖去中国 虽然的代价比较大 因为他没有什么那管道 可以直接去中国 要都海路比较远 他现在暂时还可以去挨下去 特别是因为在日常的产品上面 还得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 这是贸易关系 贸易上的一个支持 银行上的最大的问 对俄国 俄罗斯最大的影响 就是整个供应链改变了 比如说德国 现在他们开始向美国去买天然气 或别的国家买天然气 那这个供应链改变之后 无论是码头的设计 很多管道的设计 可能这个事情 俄罗斯即使战争结束之后 可能短期内不会恢复 这个是对俄罗斯一个比较 对一个国家 不是对普京本人对这个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那这个你其实已经把他华尔街日报的那八点钟另外一点提到 就是说整个世界的这个能源产品的这种流动的链条 现在完完全全变化 重塑了 对这个重塑了 就是西方真的不怎么从俄罗斯手里头买油了 我听一下很多那些反对川普的民主党的朋友 当时2018年的时候 川普就是跟德国说 你们要减少买俄罗斯的电热器 这一点的话 当时德国人就是很不以为然 就说不会 这个不会了 他说说说说而已 瞎瞎人而已 结果就真的打起来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要要给川普一些credit 对我记得川普当时的那个推理 就是说他提出来一个问题 折问说我们一方面提供你们这样的军事保护 对 一方面你们把钱又送给俄罗斯 这是什么意思吗 对不对 这不是我们自断手脚吗 对对对 所以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我很多民主党朋友说 说川普是被那个普京收买了 我说如果他真的被普京收买 他会跟德国抢抢 对不对 大概就是这样了 其实其他的我觉得也都是很多都是常识 他提到一点就是说战争 现在的战争 打的这个方式和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 刚才我们也提到 比如说这种无人机 使得这种所谓的游击战 更加激动的这种攻击 和以前常规的战争又不太一样了 而且因为主要是说这也是个内陆 他不像说海南战争 美国直接 这一点到最后的话 其实上一个信息战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在战场上的话 俄罗斯在很多的 之前他们不告诉你的问题 的暴力了 比如说叫Signal Intelligence 就是互相之间的那个信号的那个安全 发现很多人会用手机去打电话 结果被人家跟踪 就直接知道你的location 在美国这方面给乌克兰提供了很多 这个卫星信息 卫星的战场上的 这个叫 Weo Time 就是实时的这个数据 现在的伤亡比是一比三 大概是从士兵来讲的话 是乌克兰死一个人的话 俄罗斯要死三个人 这样的这个exchange的话 俄罗斯是 真的是比较难 真的是很痛苦 我想这个对整个俄罗斯民族 它本身就是已经在人口下降的 这个事情上 这个俄罗斯这个民族是 真的是这个折腾 真的是要快点结束 就为他们的国家 为他一些人民去作响的话 真的是要快点结束了 对 这个伤害应该是蛮大的 而且长远的 时间挺长远的 我看到这个俄罗斯 他们有一个叫瓦格纳集团 对吧 瓦格纳集团 他们是做很多电影 甚至电子游戏 这种文化产品的 有点像是普京的白手套之间 而且但是他们在这次战争动员上 其实为普京做了很多事情 据说他们用这种 就很像好莱坞的这种手法 然后把这个爱国主义包装成这种 其实和战狼也差不多 很激扬 然后那个用的音乐 也非常视频游戏化 希望吸引年轻人 我觉得是一种叫双刃剑 没有错 他确实把俄罗斯的宣传 但是你想想看 他也会让乌克兰的反抗 会更加的坚定 就是说原来你的敌人 是这样的一种人的话 就是特别是这种 在战场上的这种 对不论是平民这种 这种就是这种违反 违反战争的一些 常规的一些叫 protocol的这些事情的话 会让乌克兰反应更大 所以overall的话 你现在我就想想看 现在俄罗斯有多少寡妇 这个整个国家的 这样打下去的话 他们其实上是非常的 对这个整个国家 和民族的一个未来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那他最后一点提到的 其实就是也是个常识了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更贵了 这个当然是乌克兰 因为也是大量仓 这个是其中之一 但是总的来讲的话 这个世界有20年 是在一个叫load inflation cycle 这个其实上是在历史上来讲 是非常罕见的 一般来讲这个低通胀 而且是算是低利率 就是从从9294年开始 这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上是中国的那个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年价的 商品供应 产品这样供应 当然也是因为中国有 有越来越多 当时这前面这20年 有很多人愿意去做工厂 去打工 愿意为了更好的生活去打拼 同时也是中国的那个 那个供应的越来越的有效果 就是这前面20年 那现在这个高效 低到头了 但某个高效已经到头了 已经到后面 就是员工也不愿意再去参加 他的人口也在下降 人口下降 房地产的这个上升 又使得人工一定会跟着上来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中国人对这个未来的期待 以前你觉得10年前 我认真去打拼 我在深圳去认真去做 我是有机会出人头地的 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这么努力去干 到底为啥 这一点的话 你这个信心对这个未来的信心 一旦崩塌下来 就很多东西是无形的 不是说可以 measure 他这个信心一旦下垮的话 再加上现在这种战狼的外交 我觉得这个高通胀的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会影响全世界有一阵子 说起来也挺巧的 就是说历史这种事情是不可 我们原来10年前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很少有人能预料到 这个事情变化的会如此之快 首先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 可以一下子可能就面临的 要失去的样子 然后俄罗斯和中国能够 以一个这样的联盟的姿态 去对抗现在的世界秩序 他现在我觉得两个国家 可能都面临着内部的很多的困难 就像你讲的 人们的期望从那么高 一下子落下来 这个是个问题 那我们也很难再去向世界 提供那么廉价的服务和商品了 俄罗斯也一样 就是说我们过去觉得说 我们仰赖自己的自然资源 石油或者矿产 我们无论怎样 你是分不开我的 对吧 所以我能够在政治的谈判桌上 我想要更多 甚至我在克雷米亚上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该给我 但这些事情 当整个西方就觉得说 不行啊 很多中国的朋友就说 为什么美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世界秩序 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首先美国的这个世界秩序 是你可以参与去制定的 就是之前无论是日本也好 他们有些东西 他们可以要求某些的改变 如果中国是有一个 政府是愿意参加这样的一个 重新自定的这一个规矩 其实上是OK的 就G7或者G8的 问题是你要告诉我 你到底要改变什么 而且这个新的规矩是什么 你不能够就说 我不爽 我就不参与 或者我不遵守这样的一个规则 或者是对我好的 比如说这个航运自由 这个问题 中国一直说 美国这个航运自由在南海怎么样的 但是中国本身 你想中东的石油去中国 我是经过印度洋的 如果没有这个 所谓这个世界范围的航运自由 这样的一个概念 印尼或者印度的海军 他真的要拦截你 那你真的是要去打仗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一点 中国有些时候要明白 这个世界秩序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有些地方你想改变 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告诉我 你的新的 你的proposal是什么 你要改变什么地方 比如说货币制度 或怎么样的 但是这个前提是 你这个政府是要 让你感觉到 你是愿意遵守 你自己提出的 如果你自己的 那个承诺 比如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 你现在一回来说 这是一个历史文件 我不管了 你自己都不能够遵守 你没有一个自洽 没有一个自己遵守 自己设定的原格 你没办法 你做老大 中国也讲 就皇子犯法 与社民同罪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 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人家才会尊重你 现在是 你中国国内国外 你这个政府 就这个信任 都没有了 所以到现在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你现在就只剩下强权了 我觉得这跟 就是说民主体制 还是最不坏的 政治体制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这个俄罗斯也好 中国也好 他们是一个 专制的体制 autocratic的一个政体 他们的这个内部的声音 更难以通过真诚的对话 或者说对话 at least就是说 协商对话 我们商量一个 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去做 如果你内部 其实并没有一个完全的共识 而是更容易被少数人 少数的领袖 比如说习近平 这样的政治强人 或者说俄罗斯的这种 权贵的资本家来控制的话 你表现出来在外交 就是说其实经常是非理性的 因为西方的说 如果这种民主国家 他通过选举四年一次 你如果极端非理性的话 你伤害到我们 本国国民的利益 甚至说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让我们人民 在世界的形象受损的话 他是可能遭到惩罚的 那他下一届的政府 就必然的会对他自己的外交 或者军事一些策略进行调整 对不对 但中国和俄罗斯体现出来的一个 他无法纠错的一个特性 这一点我稍微讲远一点点 就是基督教 还有就甚至伊斯兰教 或者是犹太教 他叫做People of the book 就是我们是有一本书 你看着这本书 我们是去遵守这之前的字的 因为我们没有是 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 之前更早一点 罗马帝国 他们就说 他们也有 他有很多一个法律 就是说我对这个法律 这个遵守是非常的重视的 他派的出去的什么大使之类 他们有很多东西 他们是按照规章 他就是说一个 到最后就说 如果你对自己定立的规矩 你都不遵守 那你就有问题了 这一点的话 其实就是你说 美国跟皮特国家的一种 一种一种博弈 比如说日本之前的 就说你只要遵守规矩的话 我们可以按照这个 甚至你要改变规矩 你可以定心的 你告诉我 what you want to change 但是你不能说你定了 你不遵守 或者是 而且是说 有人开玩笑 就说中国的这个 就和在一个赌桌上 咱们说 就是大家既然要谈 对吧 在一个桌上玩这个游戏 那你玩了一会就觉得说 这个游戏是谁 谁钱多 可能就对谁比较有利 就和说德州扑克一样 对吧 那当然你的筹码多 你可以霸凌的机会是大一点的 对 但是你小钱 筹码少 不是说就没有你筹码少的玩法 但是你得遵守 就是说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规则 你不能说 因为你筹码多 所以你霸凌我 我就先桌子了 另外一种就是 他就先桌子了 你可以去叫 叫limit的 就可以limit poker 你可以不要玩low limit poker 那你这样的话 你钱多钱少 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均的 或者是tournament 就是有些时候 你觉得我的规矩不好 你可以不玩 对 你自己开一桌也行 你可以自己开一桌也行 但是你自己的规矩 你都不遵守 这是非常 你想中国的一个宪法 中国宪法 想了好多的东西 你到最后 你有很多时候 中国人说要维权 我甚至问他 你的权 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权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自己有什么权 他只觉得我不爽了 比如说中国有些人说 我们的房子地产降价了 我要去维权 我说你降价了 你这个是什么权 你要去维权 如果这是个市场行为的话 难道你这个交易的 除非你被骗了 那个交易本身 就是一个agreement 你签那个合同 所以中国这个 这个很抽象的维权 他们说 我就说你 你首先 如果你自己都 对自己所宪法 给你的权利 你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 你到底是维什么权 如果你问很多 说说真的 很多美国人 也有同样的问题 你说我要有什么权利 你自己知道 你有什么权利吗 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是要 要去反省一下 大家都知道 美国也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年轻人 他觉得 I have the rights 对我有这样的权利 我就应该受 college的教育 这个东西应该 白白给我的 我就应该 不管我做什么 不做什么 我哪怕天天 先在家 我也值得 给我一个住房 I have the rights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到到最后的话 我们真正要回到一个公民思维 我们每个人都要 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就是我有责任 同时也有任务 同时你说中国 作为一个社会 这个社会 就是说我有责任 但同时我也有义务 你不能说 就是说我说了算 然后这个事情的话 很多时候 中国定的规矩 就是为了那一个事情 定的规矩 你同时另外一个事情 另外一边 你的同样的规矩 你就不 doesn't work 好像说领土完整 这个事情 你看现在乌克兰 这个事情 你没办法自强 我觉得确实就像你说 这个权力和义务 永远都是对等的 不管是说个人也好 是国与国也好 那些人 别人可以 比如说乐善好时的人 可以愿意给你 人家慷慨 人家给你了 但你不要觉得 那个东西你是 广东话叫给你是人情 不给你是道理 说的更难听点 就是说什么 叫面子是别人给的 脸是自己丢的 我觉得中国如果是有一个 比较能够让大家 就是接受政府 说真的 首先没有任何国家 现在想要中国的领土 因为美国说真的 也在give away 讲的难定一点 如果中国是有一个 比较大家看得见 就透明的 而且能够守承诺的政府 这个不仅是对国家 国际 对国家自己 国民也是守承诺的 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不仅是对中国 自己本身 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 好处 一个守承诺的政府 就不错了 所以这个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所有的事情 都跟所有的事情有关 你说那个航道的事情 就是说最基本的一个 我们能够维持 大家和平的贸易 正常的来往 对吧 这个是实际上 需要秩序的一个建立的 你要明白 这个不是的normal 就是以前 没错 这不是正常 没错 你说这太对 我太同意了 就是说当我们人 能够在非常平和的时候 几万人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 这不是常态 对 像在我们在美国 各种族裔在一起生活 没有天天掐着脖子 把对方打死 这不是常态 对啊 人天生是有一种 tribalism的这种nature tribalism 而且就是领土 对吧 这是我的地方 打这个黑人之间 一个图西族 一个图图 一个图图族 互相我们看起来 真的没区别的人 他们就可以分得出来 然后把大家打打杀杀的 搞成这个样子 对 所以这个秩序的建立 实际上是 对 过去我觉得经典的 美国的自由派的 他确实觉得 就是说我们一方面 要输出这种经济上的秩序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输出 对比如说人权 对自由民主的这种输出 那是很多年以前的 这些政治家的愿望 现在美国已经基本上 不再提这个事情 也觉得说做不到 然后这一点呢 我最近有一个演讲 就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讲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有个经济问题 就是说 slave labor anywhere it's price out free labor everywhere 就是你只要有一个地方 那个劳动力是奴地式的 就是南方不用钱 那你同样一个农场在北方 Ohio 它是要给钱的 它就没办法竞争了 所以它为什么到最后 从经济上角度来讲 当然到道德上也是非常重要 到经济上没办法 我一定要打这一仗 因为我没办法 你这样的话 你price out everybody 是 就是一个有道德 有秩序的市场 实际上是一个能够建成市场 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说这个市场里头 绝大多数人 我们都遵守这种平等交易 然后交易完之后 你不可以轻易反悔 就像你不能说买个房子 掉了价 我马上就 这样我这样讲到这一个 我讲中国这个逆淘汰的 这个商业的逆淘汰的问题 就是同样我两个公司在中国 一个是诚信做生意的 一个是不诚信的 但是如果政府说 你不能够讲任何公司坏话 包括不诚信的公司 比如说 这个公司奶粉有问题 我的公司奶粉没问题 他的公司奶粉有问题 但是政府说 你不能讲任何公司的奶粉有问题 那到这样的一个竞争 这么复淘汰 到最后就只剩下那些撒谎的公司 所以中国是有很诚实的 这商议人 对不对 有很诚实的企业家 但是如果你的政府 在保护这种劣势的话 到最后就变成良币 就没办法 没办法做下去了 劣币驱逐良币 然后这一点我觉得 最后其实就是 大家是一个真正的丛林法则 然后真正的就是说 鸡鸣狗 无以不用其极 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你国内的经营 经商环境是这样的话 你输出的所谓的一带一路 其实你走的那些地方 本来那个地方就缺乏秩序 本来那个地方就非常的危险 都是正常的生意人 从理性上觉得说 这个地方没办法投资 因为我今天投了 我也许明天就没有了 你愿意去用一个这样的 所谓我过剩的这种基建能力 去开拓这样的一个道路 这个我觉得 而且你同时并没有给那个地方 输出其他的秩序 我觉得就会必然的失败 而且自己会损失非常惨重 对 这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 对中国的这个财政状况 非常大的一个黑洞 对呀 好吧 我们就是其实说来说去 还是能够说到个人的层面 我确实觉得国和人还是一样 就是 这个民以信不利 即使在我之前讲过政治上也好 什么样也好 你这个一个个人的这个信誉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 我希望大家互联 就是说你有些时候 可能年轻的时候 可能小时候很难说 但是到某个程度 你出来做事了 你真的就是要对你自己一些的 言而言而有信 这一点我觉得 长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就和说美国政治家 你也觉得说 他们为什么说话 好像都是经常 模棱两可 然后非常容易可以否认 但是他也确实不敢轻易的把这个话说到 完全这种100% 就是Provable the lie 他是很难去去做 他有他的技巧 但是从长久来看 一个政治家 是不是能够真正建立他的形象和领导力 还是靠他的诚实 对 你最少让人家信得过你 对不对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好 谢谢 回去见 拜拜